HELLO 各位玩家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蛋捲 我是小鈺 大家好 對 今天要來介紹的那款遊戲呢 寶可夢大師最近排上他們的排行榜了 他的營收比起預期來得好 他現在剛上市差不多一個月 他現在已經是寶可夢系列的 那個手機遊戲裡面的第二名了 比已經超越之前那個 鯉魚王等等的大師作 那他現在僅次於寶可夢GO這樣子 那我覺得成績還不錯喔 想像中好說真的 那這款遊戲跟之前其他款寶可夢遊戲 哪裡不太一樣 那這次有寶可夢大師 是以歷代登場過的管主們啊 勁迪們也好 這些以他們角色為主 所以小鈺少爛玩家歡迎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看妹嘛 然後看帥哥嘛 對對對 寶可夢先放旁邊一下 跟妹子們互動是大家想要的啦 說到營收 因為八月份的營收剛出來了 第一名一定是我們FGO嘛 不用想 真的太厲害了 對 但是寶可夢GO也是榜上有名 我自己覺得啊 寶可夢GO 有機會嗎 上來前師 寶可夢大師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擠進前神 因為他其實現在慢慢熱度有在提升啦 對 那像那個寶可夢GO已經在上面很久了 他真的是不可撼動很強勢啊 好啦 那我們就繼續期待寶可夢大師 有沒有機會擠進營收排行榜吧 對 繼續收看我們的精彩節目內容 由萬代南夢光 所推出的神鬥士星石閃耀戰士 在前陣子展開封測囉 遊戲目前收錄了黃金十二宮 北歐亞斯格特篇 波賽盾篇 以及冥王篇四個章節 玩家可以透過遊玩這些主線模式 回憶起當時的熱血劇情 而戰鬥隊伍則是可以選擇六名神鬥士 其中三名上場戰鬥 其他人負責輔助 戰鬥時採取回合制 戰鬥前會累積三種不同的小宇宙 施放招式時會消耗對應的量表 每個招式的威力速度都有不同 會依照速度高的招式兼攻 而當小宇宙累積到滿的時候 就可以使出加強版技能 一發擊倒對手喔 屬於等子孫燒結局給我的作品 獵人 最近又要推出一款手機遊戲新作 Hunter Hunter 獵人鬥技場之戰 玩家要使用獵人中的多名角色 在鬥志的棋盤上來一場念能力的碰撞對決 在每場決鬥中 玩家將能夠自選30 張卡片 卡片分成角色卡以及行動卡 打出角色卡運用黑白棋的連線方式 翻轉硬幣來對敵方造成傷害 若能一次翻轉三枚 還會有額外傷害加成 行動卡則是能夠幫助你強化手傷的棋子 或是瞬間補血等等 適時的使用將能夠有效扭轉戰局喔 試著在這燒腦的戰局中找到勝利的辦法吧 LINE GAMES 預計在今年推出的 EXOS HEROES 是一款主打華麗戰鬥演出的策略遊戲 遊戲的戰鬥方式才回合制 依照每位英雄的速度來決定攻擊順序 當英雄攻擊時可以累積能量 進而釋放華麗的技能攻擊 而遊戲的核心系統則是所謂的守護石系統 每一位角色都會有屬於自己的守護石 只要用同樣屬性的角色攻擊 就能夠讓對方進入 戰時不能行動的 BREAK 狀態 而有些敵人更是有著多種屬性 需要多多嘗試才能夠知道弱點 因此隊伍中最好有著多種不同屬性的角色 才能夠應付各種敵人喔 高自由度的Rogelike遊戲 伊洛娜 最近由雷霆遊戲取得正式授權 推出了手機版本囉 目前共有11個種族和10種職業可以選擇 遊戲設定在一個被以太風席捲的異變世界 玩家搭上了商船遇到了以太風暴 而被大海吞噬 於是漂流到北提里斯 展開了冒險之旅 在通過短暫的教學之後 玩家就能夠開始探索這廣大的世界 看是要幫忙NPC的委託任務 或是去地下民工探險 還是在湖邊悠閒的釣個魚都可以喔 但如果在野外探索時 玩家要小心以太之風的來襲 如果遇到的話建議馬上躲到室內 如果長時間暴露在以太之風下的話 可能會變異或是感染以太病喔 在這個世界中 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情 都有玩家自己做決定 喜歡這種高自由度遊戲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囉 經典的音樂節奏遊戲 競舞團再次來到手機平台囉 這款競舞團M 是由當年開發的原班人馬操包 原汁原味的環遊了當年PC上的核心玩法 以及遊戲模式 讓玩家隨時隨地都能夠享受尬舞的樂趣 玩家在故事模式中 可以體驗從實習生出道成為大明星的過程 而當年遊戲的精華情侶模式 當然也強勢回歸 玩家們要男女兩兩對跳 來帶華麗的雙人物 如果同時打出Perfect 時 還會讓畫面出現大大的愛心 在這裡可千萬別 miss 讓你的舞伴乾跳喔 喜愛競舞團的玩家們 趕緊一同來找回當年的臉P手感吧 從怪物彈珠衍生而來的作品 《怪物彈珠夢想企業》 最近在日本地區上架囉 玩家將扮演企業老闆 經營一家什麼都包辦的大公司 派遣來自怪物彈珠裡的眾多角色 到各個部門上攻 除此之外 遊戲中還有副本關卡可以挑戰 玩家要派出四名故園 在使用經典拉彈珠的方式直骰之後 角色就會依照對應的點數前進 並把岩路上的金幣通通收入口袋 若能夠在限定的回合內收集完指定金額 還可以獲得額外的骰子 使所有角色一起移動 收集更多的金幣 讓你的公司發大財喔 卡牌結合 Roguelike 的手機遊戲 崩壞的懷疑主義者 已經在日本推出囉 遊戲是回合制卡牌戰鬥 玩家要利用牌組消滅地下城中的怪物 卡牌分為攻擊、技巧、輔助三種類型 使用時依照卡面右上角的數字 消耗行動次數 行動次數使用完之後 回合就算結束 沒有玩的手牌會捨棄掉 下回合再抽出新的手牌 由於地下城是隨機生成的 每次進入都會是一張全新的地圖 還可以自由選擇攻略路線 增加了探索地圖的樂趣喔 隨著劇情發展會遇到其他有著不同專長的角色 藉由他們的力量可以解鎖道具研究 可以研究的道具有卡牌、藥水和裝備 投入素材到百分之百完成研究 就可以在戰鬥中使用 好好利用手中牌組 攻略一座一座的定下城吧 療癒又可愛的企鵝島 是一款非常休閒的放置型遊戲 遊戲中企鵝會自己賺錢 所以玩家只要負責生產新的企鵝 解任務、開發性的建設 還有看看企鵝蠢萌的模樣就好了 除了等企鵝賺錢 也可以用看廣告的方式召喚鯨魚 打開禮物箱來獲取大量的金錢 還可以花鑽石打開寶箱 取得稀有的企鵝跟動物 等一下 為什麼會出現賣氣球的企鵝啦 這麼可愛的企鵝 玩家也可以運用拍照功能 把他們的模樣給拍下來 偶爾這樣放慢步調 在手機上看看企鵝笨蛋的樣子 也滿不錯的呢 當不可思議國度不像故事中那樣美好 而是充滿了可怕的怪物 人類要怎麼對抗呢 那當然是派出美少女部隊進行作戰囉 玩家要指揮美少女們 探索神秘的不可思議國度 遊戲中共有十二位愛麗絲 每個都各自擁有數種不同的服裝造型 就算是同一個角色 不同造型之間的能力值 技能、稀有度都會有所不同 遊戲使用半自動戰鬥系統 MP 會隨時間回覆 玩家可以看準時機發動角色技能 角色的培育除了強化裝備系統之外 玩家還要想辦法提升親密度 親密度可以藉由送禮來提升 隨著上集還會解鎖新的語音和故事 遊戲整體美術風格強烈 呈現出和一般美少女手機遊戲不同的感覺 喜好這位的玩家們不要錯過囉 各位同學們 上心算課的時間到啦 叔叔樂要來測驗你的心算極數了 玩家們要把帶有各種數字的小球連在一起 困難的是每個小球都有獨立的數字 玩家們要把兩個以上的同色數字球相連 讓連在一起的數字球 總合得各位數字 與關卡要求的數字相符 才能夠消除 聽起來很困難對不對 還好遊戲配有季散小助手可以幫助我們 雖然分數比較低 但至少不會讓我的小腦袋爆炸 結合了建設和意志的LINE 哆啦A夢樂園 在日本地區上架啦 遊戲採用的是三消玩法 只要把相同的圖案連在一起就能夠消除 達到關卡目標 最特別的是如果是銅鑼燒連線的話 就能夠觸發大範圍的消除 非常好用喔 而遊戲過關後得到的鈴鐺 就可以來建設家園 除了建設和意志遊戲之外 還能夠替主角們換裝 而換裝要用抽轉蛋的方式來取得新衣服 同時也可以開啟衣服的效果 當玩家放置了哆啦A夢的道具之後 還可以到介面看看道具出場的可愛小短板喔 D D 感谢观看